来看加沙局势方面 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声称 在加沙东部地区谢甲亚 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行动 摧毁了哈马斯八个武器 还有通讯设备的藏匿点 同时他们和数十名武装分子近距离交战 导致民宅受损 不少人遭到了殃及吃鱼 在德志已经从平民区撤离之后 居民陆续折返 查看家园的破坏程度 另外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消息指 由于美方担忧以色列会使用 500磅和2000磅炸弹袭击拉法 而且当前还有100多万名巴勒斯坦人 在那里避难 因此美国决定继续暂停供应炸弹给乙军 一枚2000磅的炸弹 可以穿透厚实的混凝土和金属 爆炸威力十分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